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我要來說說核能發電很難搞的一個部分 熱 玩ICL核能的最大問題就是在怎麼散熱上面 這集我要跟大家介紹熱的公式和散熱元件 燃料棒丟丟進去就一定會有電 那沒有散熱的話就等著炸掉而已 首先我們先來看熱的公式 單管H熱量等於2pp加1 p就是我們上一集講的p 多管H等於2cpp加1多乘一個c 燃料棒根據這個公式向周圍元件傳熱 沒有元件可接收熱就傳給反應爐 最簡單設計反應爐的方式就是 算出這個熱量 然後給出超過這個熱量的散熱量 這樣反應爐就能持續不斷的運轉 完全不用擔心過熱問題 官方給出了Mk1到Mk5的核電分級 我現在所說的就是Mk1 承熱小微等於散熱的設計 這個分級包含它們的設計方式 我會在之後說明 我認為Mk1是最容易好用的 而且在實際使用上也是非常足夠 因為核電是長時間發電 目前我用的版本1.10.2 用燃料棒可以燃燒2萬秒 等於是5個半小時左右的燃燒時間 就算低功率 只要有足夠大的存電設備 依舊可以瞬間輸出非常大的功率 等沒有再用電的時候 再把電充回來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工業生存系列直播 我當時在工廠的電源設計概念就是這樣 我們一起來試算一下熱量吧 我認為熱量計算上一集的P有搞總的話並不難 這個兩根單管的P都等於2 一根產量量就是2乘2乘3乘4等於12 這兩個N多管的P都等於3 一根的產量量就是2乘2乘3乘4等於48 簡單吧 回到散熱 公司知道了就來看看 手邊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原件有分成三個屬性 第一種是散熱風扇 它們可以直接排出熱量 TR代表每秒從反應爐接收多少熱量 TC代表自己每秒可以丟出多少熱量 散熱風扇由馬達、鐵板、鐵柵欄組成 TR0、TC6 靜電散熱風扇由鑽石、散熱風扇、鐵柵欄組成 TR0、TC12 這兩種都只能排出自己身上的熱 沒有辦法從反應爐那邊拿到熱 反應爐散熱風扇是由一般風扇跟銅板組成 TR5、TC5 超頻散熱風扇是由反應爐散熱風扇跟銅板組成 TR36、TC20 這兩種是可以從反應爐拿到熱再排出去 原件散熱風扇由散熱風扇、錫板、鐵柵欄組成 它比較特別的沒有TR跟TC 它每秒可以移除隔壁原件的四單位熱量 它自己不能儲存熱量 第二種是熱交換器 它們可以平均熱量 直到它們交換對象間的熱量比例相等為止 可以想成連通管的概念 TM代表它能儲存的熱量 TS代表它每秒跟隔壁的元件交換的熱量 TR代表它每秒跟反應爐交換的熱量 可以利用這個特性和它們內部儲存量 增加整個系統的耐熱量 熱交換器由電子元件、銅板、錫板組成 TM2500、TS12、TR4 進階熱交換器由電子元件、熱交換器、銅板、青金石板組成 TM10000、TS24、TR8 反應爐熱交換器由熱交換器、銅板組成 TM5000、TS0、TR72 元件熱交換器由熱交換器、銅板組成 TM5000、TS36、TR0 我想聽到這裡你們可能會跟我有一樣的疑問 我為什麼要平衡熱量 回應一下剛剛說的風扇 風扇是收到熱量之後散出去 收到之後就是那個風扇的熱量 所以如果不特別平衡 直接收到熱量的風扇就會爆掉 而沒有直接收到熱量的風扇就會沒有熱量 在這裡沒有交換器 熱本身不會自己交換 跟我們平常的概念不太一樣 沒有熱輻射、熱對流、熱傳導 只有相對應的元件才能夠互相傳熱 接著我們看一個例子 了解風扇跟熱交換器的用法 兩根單管的擺在一起 上一集有算過兩個P的等於2 我們開頭也算過熱量就是2乘2乘3等於12 我一個燃料棒給兩個TG6的散熱風扇 應該會剛好 如果我這樣放 反應爐就不會有多餘的熱 可是我一樣放4個 卻放成這樣 就會變成只有中間兩個收到熱 它們會損毀 然後反應爐會在582秒後燒掉 旁邊兩個風扇都沒有吃到熱量 那如果我把它們之間加上熱交換器 就可以讓旁邊兩個風扇作用了 這邊會看到反應爐的溫度稍微上升 那是沒有關係的 會上升是因為熱交換器 會把熱平均給反應爐 來到一個平衡就不會再上升 關機後會自己下降 如果真的不想要這樣上升 可以選用元件只有交換器 反應爐的溫度就不會上升了 這樣應該大概了解怎麼用了吧 再來第三種是存熱元件 它們可以儲存熱量 存到滿這個元件就會爆掉消失 這些東西可以提供系統更大的緩充空間 或是直接當做耗材用來當 拋氣式散熱的消耗品 10K 30K 60K冷卻單元 是可以被風扇降溫恢復恢復耐久度的 存熱量就依照 數字多少K就是多少K 冷卻單元的製造方式比較麻煩 10K冷卻單元直接叫出合成表 會看到裝有冷卻液的通用液體單元 可是沒有辦法看到冷卻液怎麼做 所以我們一起看一下 冷卻液的做法就是 先將青金石磨水 再用流體固體封關機 把碎青金石和水混合 就會做出冷卻液 有放罐子的話 它就會 自己幫忙裝罐 沒有放罐子的話 也可以自己手拿空罐 蹲下 右鍵機器 就會裝出一個冷卻液的通用液體單元 這個如果要做自動的話 必須要有含有管道的模組 因為根據我的了解 ICR沒有辦法直接把水裝到機器裡面 如果有人知道怎麼用 歡迎在下方留言幫我補充 做出這個冷卻液單元管 再把它加上一些洗板 就能很容易做出10K冷卻單元了 而30K 就是3個10K加上洗板 60K就是2個30K加上鐵板跟洗板 紅石 清金石冷凝器 則是不能被風扇恢復的 需要用紅石粉或清金石來修 紅石冷凝器 簡稱RSH 由散熱風扇 熱交換器 紅石粉組成 純熱量 純熱量 20K 紅石粉 修紅石冷凝器 一個可以恢復1萬的耐久度 清金石冷凝器 簡稱LZH 由反應爐散熱風扇 反應爐熱交換器 紅石冷凝器 清金石磚 紅石粉組成 存熱量 100K 紅石粉 修清金石冷凝器 一個恢復5000 清金石修清金石冷凝器 一個可以恢復4萬 除了手動恢復外 還有兩個外掛的注入機 可以用來修復冷凝器 不過它用的是紅石磚跟清金石磚 會在冷凝器壽命 小於15%的時候修理 一次修滿 自動化 但還蠻浪費的 它們兩個的合成功勢分別是 進階之間外殼 精簡型物品沾存箱 對應的冷凝器 自動送出升級元件 我拿紅石的做示範 它們兩種的用法是完全一樣的 首先這機器必須要擺在 和電爐機體的隔壁 直接接觸爐體 點擊的那一面會是機器的送出口 如果點錯可以用板手調整 拿板手優件送出口會跑到對面 再來這個機器不會直接吸收核電產出的電 需要透過電線 電池箱 或變壓器這些設備來給電 也能夠使用其他的發電機 例如太陽能發電機 放在隔壁給電 這邊要注意如果直接接電線 核電的輸出不可以大於128EU每TIC 不然注入器會直接爆炸 打開機器界面 裡面只能放一種東西 紅石注入器就是放紅石磚 青金石注入器就是放青金石磚 這樣它就會自動在冷凝器壽命 不過的時候進行維修 我們最近熱能來介紹就到這邊 最後回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中間有用到的模擬器 IC2 EXP Reactor Planner 那個還蠻好用的 它不需要直接拿反應爐來測 一不小心爆炸就造成財務損失 它還會提供你哪個元件先壞 是不是有散熱沒有反彙功能 多種反應爐會爆炸等等資訊 下載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目前我是不打算詳細介紹這個工具 因為我自己都還沒有摸手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我會想辦法研究好再拍成影片 那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拜託幫忙點個喜歡分享出去 訂閱青島熊頻道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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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